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还有几个字 什么小宇宙什么事 太长了 我们就说他前面这四个字 神奇小指的这位朋友呢说 一手天地是不是把自己无限放大 那么放大 无限放大到天地这么大 我给他的回复是不是 什么意思 我昨天聊的这个话题 一手天地呢 指的是一手天和地下面的天两个点 我们一手这两个点 使我们的腰无限的长 我们从头到脚都像腰一样可以动 这是一个 昨天好像我说了像一根绳穿着穿 上面一个点 穿一个绳穿到我们的头底 从我们的身体内部穿下去 一直到地球下面的天一个点 那个绳穿在那里 我们的人是在这个绳上在动 这是昨天我们聊的话题 那么我们前几天一直在说 不要把我说的东西去归纳 去想象 告诉你这样 你就这样就行了 就行了 告诉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不要去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那个 不要这样 我前几天也说了很多次了 也许他前面的视频没有听 或者是没有仔细 好 那今天呢 我们来另一位朋友的提问 有很长时间了 大概有好长时间了 没有回复的 他讲的 明哥能不能把太极八法中的彭旅几案 彩脸走铐每一个字都讲一遍 我们呢 很多呢 这个八法很多我们都说过的 说过的 好 那么呢 我们今天呢 就聊一个 这个太极八法 彭旅几案 彩脸走铐 这中间最难的一个字 彩 这八种境 八法就是八种境 这个彩境 彩它的字面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彩茶 比如说那个茶叶 彩茶 把这个茶揪下来 摘下来 摘棉花 其实呢 摘呢 其实就是摘 摘棉花 摘桃子 摘苹果 摘水果 对吧 那么我们用我们的手 把东西踩下来 那么踩劲 这个踩劲 这个说起来它是最难的 实际上呢 它理解起来 它是最容易的 所以大道字典 它是很容易 它就是踩东西 你看 你推手的当中 推手的东西当中 那么你手在抓住对方的肘 或者是抓住对方的手腕 或者是抓住对方的衣服 都可以啊 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个镜的时候呢 就是一种什么呢 就是一种像摘这个东西一样 我把它摘掉 那么你这个镜力的点是放在哪里呢 它不可能是身上的镜 你比如说我用这个摘棉花 摘茶 它会不会像这样摘 它不会 它只会这样 你看我们摘菜 你看 就是这样摘的 那么这个踩劲 在太极拳的推手当中呢 就是这个 你手叼住对方 手腕叼住对方的 把它踩掉 那么 很显然 你通过这个生活的实践的东西 你会知道这个镜它很短 它很短 它摘棉花 踩茶踩棉花 它不会是这样踩的 它不会是这样踩 踩得很长吧 那就是这种镜踩得很短 很短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镜 这里边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在使用这个踩镜的时候 要么你就不用踩镜 要用踩镜就必须要用足 要用足 必须一下把这个茶 把这个棉花踩掉 而不是说我踩踩不掉 再拽一拽 这不行 要踩足 竟要短 在这很短暂的一刹那 把对方的力量的大小方向 把它做一个改变 做一个改变 做一个改变 用这很短的刹那间的一个镜 把它的力量化掉呀 或者是把它改变它的方向呀 使它改变方向呀 或者把它的镜化掉呀 这个踩镜在太极八法中间 字面上刚才像我说的这样 它是最容易的 但是呢 在使用当中 它是最难的 最难的在哪里 最难的是踩镜的使用 它的效果 它的效果很难把它发挥出来 一般的太极拳爱好者在推手当中 比如说彭旅 吉 岸 踩脸走靠 脸走 靠 靠 靠 这都能感觉它的威力很大 你的感觉 但是踩呢 你就感觉不到它的威力在哪里 那么这呢 就是踩的使用当中 它有一个 一个是短 那么大家想一想 短它就怎么样 它就快 你长了路程长了 你路程长了就慢 短了它就快 那么这个踩 它在使用的时候的 是为了对付对方的怎么样 在快速的特别快的过程当中 顺着它的镜 顺着它的镜 踩摘它的镜 这是一个用起来难 看起来容易的一个镜法 就是踩镜 太极不说力说镜 太极八把踩脸走靠 都是一种镜 这个彭镜 鲁镜 挤镜 按镜 踩镜 走靠镜 这个踩镜的使用呢 就是它快 就是短处 它镜用的路程很短 要快 那么这就要求你 你既然短又快 它就要求你判断 对方的进路 对方的进点准确 你不准确 当然你踩不到 你踩不到它 踩不到它 比如说它这一抖 那你要踩到了顺它的镜的话 它就踩到了 你要是顺不到它的镜 你借不到它这一点点镜 它这个短暂的快速的东西 你踩不到它 踩不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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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踩镜 比如说一个乒乓球很快拿过来 我没有乒乓球拍着 我用手去接这个球 接这个球 这个球过来 我一接 给它接到手里了 这就是踩 就是踩 那么它的速度太快 你要是长 你就接不住了 它必须短 它必须短 那么这个踩镜 所以我们说生活就是太极 太极就是生活 踩镜就是摘镜 就是摘棉花 摘菜摘 这个踩茶 踩茶 这个踩茶 这个样子 你就把这个生活当中 这个踩这个东西 你搞透了 镜用在哪里了 它用在这个 前边 它用在这个地方 它用在这一点点 为什么它要用在这一点点 刚才我讲过了 它因为它速度太快 它是应付这种速度快 点抓得准的时候 准的时候 在这个短暂的一秒钟之内 把对方进 改变它的方向大小 那么这个踩镜的运用 也刚才说的这个 效果 说起来很容易 说到天花乱 实际上再使用起来 是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在彭旅几岸 才能走靠这个八个 尽力当中 踩镜 最难发挥效果 不会用的 或者是一般的太极拳的 修炼者 教学者 爱好者当中 都 不用踩镜 它也不是不会用 它就是这个踩镜 它感觉它发挥不出来 它的这个威力 那么 同样 检验这个人的太极拳的水平 到什么程度 在推手当中 你能不能用踩镜 也是检验你这个人的太极拳的水平的一个标准 一个标准 那踩镜如果用的好的话 那说明它太极拳的水平很很高了 你会用盆镜 会用铝镜 会用急镜 那就容易 踩镜是比较难 好 那么今天我们聊到重点 聊这个太极八法中间的踩镜 这八种镜的踩镜 它在使用练习 我们练习的当中 其实呢 为什么说它检验一个太极拳的爱好者 因为你的踩镜又短 范围又小 那你周深的配合也是要快 你周深的配合不好 你的踩镜也不能发挥出来 那么在K手的过程当中 使用踩镜的机会也很少 也很少 为什么很少呢 它有时候就不能用踩镜 不能用踩镜 多数的机会 都是其他的机种 很少有机会 让你能够用踩镜 所以这个踩镜 它就比较困难 实现了机会少 实现了机会少 好那么今天呢 我们聊这个踩镜的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踩镜的使用 什么场合下使用 对方速度非常快 并且它用的 比如说 我们说 打拳能打一丈远 要讲镜就在一寸间 有寸镜 那么它打这个寸镜的时候 你就用踩了 用踩 它两个是配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是 什么场合用 怎么用 这是我们今天聊的重点 那么有人说了 哎呀我不懂 我们这几天还强调了一点 大家要知道的 除了我们说 你不要管它是什么 为什么 其实这几天 我还有一个经常提到的 不要想着 哎呀我不会怎么办 不要追究 不要执着地追求某一个东西 你就按照太极拳的要领 去练太极拳 那么练的方法只要正确 这些东西慢慢地就会到你身上 如果你周身真是放松了 松才能快 你只有松才能快 财就是快 那么你不松 你就不能快 对方快的时候 你就没有这个快 没有这个快 所以你你打太极拳 只要你真正方法正确 你真正是松的 那你就是非常快 我原来在太极拳 在民革聊太极 聊太极拳的一个什么 举到过一个例子 聊了什么话题 我想不起来了 那可能是一年以前了 那个 过去生炉子 为了使火早起来 把炉子升着 用那个扇子在底下扇那个风 那个火就着了 烧那个炭 扇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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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 还有我们夏天热了 拿扇子这样扇 凉快拿扇 你看你越松它速度就越快 你越松速度就越快 你用劲它就没有 它就慢了 它就慢了 那就是你练太极拳 你只要真正按松的这个原则 去练 练到一定的程度 它摘的时候它也快 它自动这些东西会上你身上 不要去执着地追求它 这个我不会怎么办 怎么办 不要着急 不要去追求 去执着 你越执着 它离你越远 你越不执着 你看你天天这样练 你越不执着 你真正体会到了 松的 那个案件都松掉了 越来越松 没有最高境界 昨天有一朋友说 这是不是 我在聊什么话题的时候 那个收看的粉丝说 哎呀 这是不是太极拳的最高境界 我给他回答是 不是 太极拳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它一层一层往上上 没有最高 随随随 太极拳到最高了 没有 那就是一个 慢慢的 你就会松到一定的程度 它的速度就快了 速度就快了 好 那么关于踩进的练习和使用这方面呢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关注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 感谢观看 哦 好